再来看到台湾半导体人才被对岸锁定 已经成为产业界风声鹤唳的消息 美国机体大厂美光科技在并购台湾华雅科之后 也传出大量的员工被挖角 美光决定出售反击 年前美光在台举行记者会扩大在台投资 不过媒体报道 中国紫光集团决定自主研发记忆体高端技术 锁定低润3D快散记忆体领域 并以2到3倍薪水挖角台湾顶尖好手 去年12月12日 美光并购华尔科全数股权之后 就传出有将近200名员工 跳槽到中国紫光集团 合肥商星 福建进华 甚至有员工携带机密 带强投靠 引发市场关注 中国今年的半导体发展 将会转向是一个自主研发 或者是积极抢夺在国际优秀的半导体人才 那么自然而然 台湾也就成为了中国半导体的人才库 那么事实上在今年 那么台湾半导体人才流失的情况 恐怕会更为严重 为了贺阻中国企业恶意挖角 美光去年12月出手反击 针对关键制成 研发人员跳槽到对岸 祭出第一波存证信函加引贺阻 今年3月更配合检调 以窃取营业秘密为由 展开大规模搜索 并限制相关人员出境 上百人遭到约谈 而队内则启动加薪加码投资计划 好稳定军心 美光证实已经向检调单位 提出重要资讯遭盗用 并配合检调单位进行调查 实际上过去包括三星 SK海力士也都曾经 针对跳槽中国厂商员工 祭出存证信函 希望遏止技术外流问题 台湾半导体人才流失严重 如何进一步防范 类似情况发生 成为主管机关课题 新谈提示 高杰伦水美童 台湾台北报道